嗨 大家好 我是文昌之后 秦总 今天感冒总算是好一点了 今天总算不太咳嗽了 所以说赶紧就是说 把之前大家一直问的一个问题 赶紧给大家做一个视频解答一下 就是之前总有朋友问我 其实我平时这个大便比较粘稠 这个大便总是就是说大便完之后 感觉了肛门口总用大便没擦干净 需要费很多的手指才可以把这个大便给擦干净 觉得大便黏糊糊的 而且这大便它不曾经不说 在这个马桶里面总是拿水 需要费很多水才可以冲干净 总觉得这大便和我的这个屁股和 还有这个马桶呢 是恋恋不舍的一个感觉 需要费很多的水和很多的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它是不是和肠癌有关系了 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要说的是 这个东西和肠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这点大家先放心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来说 不管是正常人或者就是有些肠癌的患者 也是可以出现这个症状的 就和我这些说笑话不良一样 那么这种病有些症状呢 它可建于正常人身上 也可建于肠癌症患者身上 因为你知道癌症 到达癌症那个境界的时候 它整个人的胃肠功能来说 它都是受到一个损伤 受到一个影响的 它会存在一些常见的症状是很正常的 换句话说 人都产到那种地步了 人家有点就是说腹脏癌气消化不良了 或者就是这个大病不成形了 多正常 不要把一些就是说常日常 就是正常人身上也可以常见的一些症状 去往癌症上套 而且就现在很多就是说 不管是一些就是说 影响号来说特别喜欢把一些常见症状往这个癌症上面套 就特别无聊 我总是在就是说去替谣这个事 那么这里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大家对这点先放心 这个东西和癌症没有一个必然联系 那么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形成了 如何进行解决 那么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谈 第一呢就是西医的角度 第二呢就是中医的角度 那么先谈一下西医的角度吧 西医的角度来说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 第一呢就是这个饮食 第二呢就是这个动力 第三呢就是肠道菌群的问题 那么三个问题是相互结合 从而导致这个粪便的一个粘稠和不成形 那么第一就是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 饮食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说白了 我们日常如果经常吃一些 就是说高油脂的高蛋白的这些食物呢 它就会导致胃肠道负担那个加重 因为我们要知道正常人来说 每天可以吸收的油脂量 以及这个蛋白质量是有上限的 而且我们本身来说自身的这个消化酶 或者就是说你肠内的菌群啦 医生菌啦 它的这个吸收 它的分解量也是有上限的 所以说一旦超过这个量呢 就会导致这些食物无法被及时的吸收 无法及时的被消化 从而在肠道内停留 那么如果在肠道内停留来说 首先来说它就本身油脂类的东西 就会影响到肠道正常的一个乳洞嘛 那么本身它如果在肠道内停留 时间过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你肠道乳洞功能本身减弱了 而且油脂高蛋白的食物 又会导致肠道这个粪便 它所形成的粪便比较粘稠 你要知道 你想一下一些高油脂的高蛋白质的东西 它本来说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较粘稠比较油腻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想一下 红烧肉那东西 你把它倒成肉末 你可以想一下 它本身来说也粘稠呀 所以说它一旦形成大便来说 它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东西要比较粘稠的话 本身来说 这个东西在肠道内停留 那么你的肠子乳洞功能本身都受要影响 它再粘稠一下 它把这个肠管这么一粘连 那么这时候你肠子的负担就更重了 它又会导致这些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 更加有肠 无法就是说形成一个粪便的正常形态 从而直接就通过这个肠子 直接排出体外 模型 就通过这个肠管 形成一节一节 顺利通过肠面排出体外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想一下 它一会来一点 一会来一点 到达这个地方 它又加上它这个油脂量比较大 那么它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 我们人体的肠子是可以就说 把水分再次吸收回去的 但是油脂这个东西 一旦到达这个结肠里面 就是大肠里面的时候 它无法被再次吸收 无法被再次吸收之后 我们把水分吸收的越多 里面剩下的油脂 这个所占的比例 就更加高一点 那么这个粘稠度 就会更加高一点 那么你可以想一下 它到达职场排出体外的时候 它粘稠度会有多高 那么这时候 就非常容易引起 你这个排便的一个 不畅快的一个感觉 而且呢 这个粪便呢 又会和你的肛门 粘连的比较紧 而且你要知道 人的肛门口呢 会有一个排便感受器 那么这个大便在这里 粘的时候 你肛门会有一个错缘 一直有大便在这里待着 从而感觉这个大便呢 排不干净 那么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 这个粘便的肠道内 停留时间过长嘛 本身来说 它里面会有这种 比较多的蛋白质 高油脂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它如果到达结肠之后呢 你肠子里面 会有大量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 不管是有益的 有害的 或者就是没益 就是说条件质病菌嘛 这些东西 在你的这个肠里面 非常多 那么这个时候 这种高蛋白质的粪便来说 它对于这些 细菌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品 那么这时候会导致 这样细菌 大量的一个繁殖 那么这个细菌呢 它又会在分解 这些高蛋白质的 一些食物 高油脂的食物的时候 它又会产生 比较多的这个气体 会产生的这个气体呢 它里面有的一些 会对人体有害的一个物质 从而导致 有的人来说 它是放屁 会比较臭一点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了 它其实这个东西 也相当于一个消化不良啊 你这些粪便 无法被 你这些粪便里面 含有这么大量的一个蛋白质 大量的一个油脂来说 它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 消化不良的状态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东西 我说过很多次 一个东西 如果消化不良的话 它就会比较臭 同理就是说 一个东西 它半腐烂的状态下 是最臭的 它要是完全没被消化 它排出来了 它也不臭 它要是完全被消化完了 它排出来之后 也不臭 但是这个状态下的 粪便来说 它就会比较臭一点 它属于一个 半消化的状态的分辨 那么谈完这一点之后 我们来谈一下 如何进行解决 其实解决问题来说 就是针对这三个方面 动力和食物 消化 还有肠道群群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去解决 那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分别如何进行解决 首先还是谈饮食方面的问题 饮食这个方面 主要还是说 避免病虫口入 少吃这些高油脂的一些食物 是最重要的 你少吃这些东西 你本身来说 胃肠道消化 负担就是减轻的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可能就是 有些人本身来说 它可能会有一些 种种原因 导致它这个 消化酶的分泌量不足 那么相对应 我们就会使用一些 相对应的消化酶 去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胃里面 胃肠道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消化液 胃里面的胃酸 胃单位酶 或者等等一些 就是说消化因子 还有就是说 肠道里面 所含有的这个胆汁 乙液 小肠液 等等这些消化液 那么这些东西 都是消化 这个食物用的 那么相对应 我们就是针对 这个人的个体情况不同 我们选用不同的消化酶 那么相对应 这个消化酶 主要有时候 这个复方消化酶 味道的酶 或者银酶 或者就是多酶片 或者是这个 米薛菌银酶片 或者是复方阿基米特 等等这些东西 去进行一个消化 那么相对应来说 对于这些油质量 比较大的话 我们会选一些 小肠里面 这种消化液 会比较好一点 消化酶会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这个米薛银酶片 米薛菌银酶片 或者是这个 富方阿基米特 或者多酶片 或者银酶 银酶剂剂 这些东西都可以 当然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针对 就是每个人情况 不同 我们选用的消化酶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 针对于 未尝道 辱动功能 变弱 辱动功能 紊乱的这个情况 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我们相对应的 选用的 当然了 还是先谈 就是日常生活 加强运动 很重要 因为你的这个运动 可以促进 你胃肠道 辱动功能 以及消化液的一个分泌 你可以想象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在就是说 吃过饭之后 当然不是说 吃过饭 直接去运动 你吃过饭之后 停这个 20分钟半个小时 然后去散步的时候 那么相对应 我们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这个腹肌呢 他就会对胃肠道 进行一个 就是说按压 其实我腹肌 在一紧张一收缩一紧张一收缩的时候 就会对胃肠道 进行一个按摩 那么当然了 对一些行动不应的人群呢 我们还可以建议 就是说 他自己就是说 没事揉揉肚子 揉肚子的话 建议还就是说 右上左下 就是顺时针的这个角度 进行一个揉肚子 相对来说 可以就是说 促进肠道的一个蠱动 那么药物呢 主要是选用一些 调整肠道节律的药物 或者是增强肠道蠱动的 一些药物 那么调整肠道节律的药物 那么这个药物可以使得 肠道蠱动更加有节律 相对来说 就是说有这种 大卫粘稠的人来说 他的肠道蠱动节律 就是有影响的 你可以想一下 人的肠子 就不管是他粘稠的原因 或者就是说 一些其他原因 导致的肠子蠱动 有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不至于就引起肠子的 痙攣疼痛 但是他会导致 就是说肠子 上面的肠子这么蠱动了 但是下面这个肠子 他也一起蠱动了 那你说是 这蠱动过之后 把东西排到这之后 这再进行蠱动 往下一夹一夹这样排 但是呢 他上面蠱动 下面也蠱动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食物了 无法就是 这蠱动的东西挤压到这 但是下面也在这样收缩的 这个东西 这个食物或者粪面 无法通过 从而导致这个粪面 在藏的停留时间 滞留时间长 导致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 以及就是说 这个东西无法被及时的消化 导致这个菌群的一个 无限度的繁殖这个情况 那么说一说 我们需要调整这个 肠刀的节律 感冒还没好 给大家就是继续说 那么另外就是说 增加肠道 蠱动力量的一些药物 那么当然了 就是说如果这些人 就是肠工作啊 这些人就是有一些 就是说肠道的一些 占味啊 等于这些人 肯定是不适用的 这是排除 就是说肠子 如果没有其他一些 就不通畅的一些情况 或者出血的一些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增加肠道蠱动能力的药物 比如说就是摸杀比例啊 这个依托比例 或者是就是这个 这个吸沙比例啊 等等这些药物 可以让肠道蠱动 更加有力量 让这个分辨更加容易排除体外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让这个肠道菌群更加健康 整个生态环境更加就是说 这个健康的一些 这个生物质迹啊 主要说白 就是那些异生菌啊 相对应来说 比较建议使用一些 这个双气杆菌 或者是这个 呃 枯草杆菌啊 等等这些异生菌 去调整肠道的菌群 使得有异菌群更加多 避免就是说 这些容易产生气体的 这些有害的菌群 过度的繁殖 避免就是说 有害的这个气体过度的增多 从而使得 肠道内环境的一个紊乱 使用有异类军群 使得这个肠道军群 趋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针对于啊 这个胃肠功能紊乱 引起的这种 呃 大便的这个粘稠 这个情况治疗 西医方面就这三点 那么那么谈完了西医 咱们谈一下 中医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识 中医认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失系大嘛 呃 失系大这个问题呢 他又被认为是一个失邪所导致的 但是其致病原因呢 和机体的这个健康情况 本身来说是有的 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还有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系 那么主要就指的 有两个方面 原因就是外阴和内阴 分别是外感失邪和失邪内生 外感失邪呢 指的就是说 呃 夏日夜属于外 感受失寒之邪 啊 出白了 就是夏天 本身空气就比较潮湿 啊 然后呢 有些人为了纳粮或一些原因 不管什么纳粮 或者现在 其实你在 室内来说 就是说 呃 本身失气就比较大的话 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失邪 呃 内清啊 或者就是说 一些南方的朋友啊 久居这个潮湿之地 他从而比较容易外感失邪 导致呃 这个失邪 侵犯于内 呃 侵犯于肌肤 筋膜 脾胃啊 则使的这个肢体沉重乏力 或者就是头重如果 啊 这个失困疲扬 疲尸 渐运 得见 碗闷 纳呆 还有这个 呃 便糖 啊 就是说 大便比较不成形啊 这样子 或者就是有人总觉得嘴巴黏稠的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啊 就是指着这个失邪内生 就是我刚才说了 吃这些过于油腻的东西 就是过时肥肝油腻 平时知识 生冷瓜果 这些 不管是就是说 你吃油腻 或者吃了这些 就是说东西比较生冷一些 比较凉一些的东西 比较凉一些东西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东西就非常容易引起你 胃肠功能力的紊乱 你想一下 这两个东西刺激这个肠子 那么肠子它这个蠕动的时候 就会导致它一个紊乱 上下蠕动不一致 那么会导致 也会导致这个分泌 在肠子内停留时间长 从而损伤这个脾胃 就是脾失渐运 说白了就是正常的 非常到蠕动 消化能力 减弱 从而导致这个失邪内生 等等这个情况 那么治疗方面 中医角度来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粘腻的一个东西 不太容易就是说 快速的一个治愈 它需要一个 就刚才所说的那样子 和西医一样 它就是一个日常 调理加上用药的一个辅助治疗 才可以使得这个疾病 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在治疗方面呢 主要就是使用一些 这个厨师为主的一些药物 使用这个芳香化酌 这个淡肾力尸的这些方药 使得这个去血外出 使得这个脾胃恢复正常的这个运转 如这个湿血减轻 脾气虚弱 则这个时候及时的进行一个 健脾化湿的这个方法 从而使得这个 你要知道湿气走的时候 那么脾胃这本身来说 这个压力猛然减小 它本身来说 它还是比较虚弱的状态 并不是说这个湿气 就是外衣消除 就和我刚才说的 你不是说这油腻一停 你这个胃肠功能立马恢复正常 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的 那么在这个恢复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这个在化湿的同时 从而进行个健脾胃 我刚才说的那些 增强肠道乳动功能 让肠道节律恢复的那些药物 不管是就是说消化煤了 不管是这个肠道的这个乳动药物 这些药物去帮助 就是也是一个健脾的效果嘛 当然了 这个西医和中医有的地方 还是不能说 就是说完全兼容的 大致上就这意思 那么中医上如何进行治疗呢 它主要是分症型 第一种症型呢 就是脾虚失困症 那么主要的情况 就是表现为一个面黄神圈 全身肢体困乏 乏力 这个胃碗闷脏 这个饮食乏味 或者有的人会伴有些呕吐啦 就是大便 就刚才说的这个粘稠 大便不成型 舌苔呢 一般呈现一个比较淡 或者胖大的一个情况 苔的这个颜色呢 是这个白腻 脉比较成缓的一个情况 那么治疗 主要就是使用这些 健脾化湿的药物 药方呢 主要就是这个香沙六菌子汤 那么中程药也可以选用 香沙六菌丸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第二种症型呢 就是失困中胶症 那么这个症状呢 主要表现为这个 晚腹脾闷 这个腊骨失香 说白来就是觉得肚子闷胀的这个感觉 吃东西啊 觉得就是说不香 吃东西没食欲这个情况 然后呢 口中你 碾你 或者就是说有人嘴巴淡 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 或者有的人呢 觉得嘴巴比较甜 肢体困乏 哎 或者有人这个头重脚轻的这个感觉 或者这个啊 台台白腻 这个脉 滑乳 这个情况 那么治疗呢 主要就是使用一个 这个 苏表化湿 那么吃的药物呢 就是这个 活香正气散 那么你可以 就是说 喝点这个 活香正气 水呢 这些药物啊 中程药去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 当然了 第三种就是这个 失色中 阻症 那么这个症状呢 主要表现为 口粘腻而苦 口渴而不欲饮 说白了就是 觉得嘴巴比较粘稠 但是呢 又觉得嘴巴比较渴 但是又不想喝水 喝不下去水 觉得这个 肚里面 还是闷脏的 而且这个尿呢 比较发黄 大便 臭 而不爽 就我刚才说那样的 这个东西 没办法完全消化 它会比较臭 或者呢 就有的人还会伴有一些 发热的一个情况 发烧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这个胎呢 呈现 舌胎呈现一个黄涅 治疗呢 主要就选用一些 这个 清热化湿的这些药物 去进行治疗 那么药物的药方 主要就是那个 甘露消毒丹 这个药物 那么中程药呢 就是那个甘露消毒丸 这个东西 去进行一个治疗 主要就是这个 清热化湿 那么 其实呢 不管是中医 或者西医的治疗呢 都是以药物 去辅助 人体功能的一个恢复 主要还是 不能忘记了 日常生活的 这方面的条理 记住 胃病 永远是三分之七分痒 你依靠药物 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记住你的疾病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那么如果这个原因没消除 你靠药物暂时把症状给压制住了 那么久而久之 你以前的这个老路 你怎么上次怎么掉坑里面的 这次还是会掉坑里面的 也希望呢 我能通过这个视频 避免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 进入一个误区 还有呢 就是说 不要看到什么病 都觉得是癌症 那么当然这个东西还要说明的 如果你吃这些药物都没效果 或者这个症状 吃了时间特别久 该检查的时候 还要检查的 我就是说 看什么东西 我非得就是说 吃药把这东西解决了 检查 我能不检查 我就不检查 这是不可取的 检查在我们的治疗中 是十分重要的 就和这个打仗一样 你不明敌情 你怎么能把打一个肾脏呢 你连这个原因 他这个病因都不知道 我们如何去进行一个治疗呢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